美国导演麦克波曼和新唐人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自由中国》 在全球举行了400多场放映会 感动许多观众后 星期天首度来到香港首映 有不少观众都表示 这是一部感人肺腑的片子 应该让更多人看到法轮功真相 《自由中国》已经获得国际六大奖项 并准备进军奥斯卡 今次首次在香港非公开放映 也信了不少关注人权议题的香港市民前来观赏 放映会在1908宿舍举行 《自由中国》透过两位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 深入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令出席放映会的来宾非常触动 很感人 也都挺伤感的 因为两位主角所经历的事情是非常悲惨 我们重新佩服法轮功朋友 然后他们的坚韻 那种成熟 这种迫白 那种辛苦和那种坚强 他们的牺牲 将来一定会结出好的果子出来 看到他们千方百计的迫害 包括活摘器官 这些不是单单是为了经济的角度 而是他们是想彻底破坏法轮功的思想 会后还有主办单位 新唐人人员和观众交流 共同探讨中共之下的人权议题 主办今次放映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叶秋奇表示 香港和大陆民主息息相关 所以这部片能够在香港放映意义重大 不少观众都希望 未来香港有更多的自由中国放映会 让真相能够广传至大陆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